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李浩德 浩德化身為一個小主持 坐在David的位置旁邊 因為我們有個重量級的嘉賓 今天請了過來 Marco Hogue 天進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今天是C老闆 親自請Marco上來跟我們聊聊 不過,讓施老闆親自為我們介紹Marco 因為《古壇思見》的觀眾 應該第一次見到Marco上來跟我們聊聊 我在Marco的基金,都有些投資 另外,我的家族都是Marco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東 我看到Marco選擇的股票跟您有些不同 他相對冷門一點 去年,你選擇的股票多數表現得相對好 他那些冷門的股票表現不佳 不過,我看到形勢正在改變 其實我上星期之前,已經想叫他來 我看到他那邊,可能發完這邊,就發過那邊 我認為他那些觀點,可能有些地方可以補充我們之前發略的部分 所以,找他來幫忙說一下他的看法 我們今天拍攝就是元宵佳節 亦是2月末最後一個交易日 不過過去這幾個交易日,大家心情都一般 因為見過市場,無論港股又或者全球 市場都調整得不少 Marco,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覺得,現在發生什麼事 對於我們觀眾有什麼啟發,或者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現在市場,不是說調整了很多 但個別的延門股,或者科技股 其實調整了很多 一撒下去,就是一日落6-7% 所以基本上,市真正調整,其實是4-5日的事 但這4-5日,可能某些股份已經調整了2-3成 其實說真的,這個市況,無論我也好 或者早前我和施生談 施生也有跟我說過,浩德和我都有交流過 大家都看到,市場是會回的 其實市場 只不過,我一開始都看得很神奇 我原本估計,2月初已經要回的市場 但最終,過了農曆新年,還要多夾一下 才是真正調整 我想說的是,先不理現在是否真的轉勢 但調整,其實大家已經預期了 調整的幅度,究竟是如何呢? 往往是事後才知道 現在,我只能夠這樣說 現在看上去 那個波幅,我們說的波幅 就不是隨口說的波幅 可能真的要計數,那個引申波幅 或者是歷史波幅 其實這兩個波幅仍然在急升 通常市要見底 這個波幅都要緩和 或者開始跌下來了 才會見底 所以現在,波幅仍然在急升 我覺得 只能夠走一步,踏一步 但我覺得,這刻調整還未完 但整個浪是不是 現在已經是玩完了 我覺得這樣就言之上組 因為 通常要玩完,要全民皆股 才是玩完 當然,香港都十幾年都沒有試過全民皆股 我相信,炒股人都普遍了很多 普遍了很多 但今次的成份,跟上一次 即是2007年 當時全民皆股,情況是不同 那時,就真的全世界都買 今次,普遍我見到香港的投資者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 去到全民皆股的階段 但大陸的資金多了很多 這個可以從南向的資金 即深港湖港湖南向的資金 其實都看得到,一月是破了紀錄 一月的數字是多於過去兩年 的平均數字是八倍 所以你看到的 今次的不同,因為多了很多大陸的資金 而升幅 即大市的升勢 其實亦都很不同 過去 散開 所有東西一起升 只有升多升少 今次,只有內地人有個比較多的喜好 或者他們覺得有得炒的股 才上升 而那個上升,就上得很恐怖 即是不斷地升 即是你以為貴,他就繼續上升 你以為貴,他就繼續踩上去 所以我覺得玩法又不同了 以及 都是那句 市場情緒是樂觀的 這個樂觀是 足以來一個中期的調整 但你說大型的,是否轉勢呢 我覺得應該是未到的 請問施先生 你覺得今次大市回得很急 很多觀眾都有選手 大家最想知道 今次的調整 接下來怎樣做呢 施先生有沒有意見 可以給觀眾參考一下 我原本跟朋友講的調整 我想都是二、三千點 現在都差不多二千點 今天很不幸地守不住二萬九 剛剛跌穿了少許 不過港股今年到現在來說 其實已經好過很多地方 跑進美股,跑進A股 不過回調的幅度都很深 如果你說最近先入市那些 可能就覺得跌得不少 但如果你一直買上來 其實都積累了不少升幅 我自己 通常看得長一點 我未曾作太大調整 手上我都沒有怎樣簡直 而只不過是新來的資金再加碼 我便加少一點 或者加碼的時候 選擇了一些相對 之前沒有那麼興奮的股票來買 我記得Marco 我們剛才聊天都有提及的一點 其實今次不同的sector 其實表現都很不同 剛才提及的去年 市場的喜好似乎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你覺得是怎樣解讀 其實都不是去年 基本上是前年開始 2019年開始走 走整個科技股的浪 科技股一開始的升勢是集中的 可能是騰訊、阿里巴巴、美團、京東 這類型的大型股 開始到2020年 上年的疫症之後 4月開始 美國聯儲局開始放水 那一刻開始 資金開始散去科技股的不同sector 無論大中小都會升 發覺 如果在科技的板塊 越小就越升得強 有些軟件公司的升幅是幾倍以上 這就是過去兩年 一路玩下去 整個市的主流 內地人認為是業門的板塊 或者業門的股 例如電動車 例如新能源 各個元素進來時 他們進來的時間都是不同 不同的月份進來 但一進來 就逢風風風 那些股是以倍數去升 這個就是過去 兩年多的做法 但我們看到的就是 上年11月 過去三個月開始出現了變化 那變化 我都不可以說得實 是因為拜登勝贏了 還是因為疫苗出了 還是兩樣都有 自從11月開始確認這兩樣東西之後 整件事就開始有些動作 我們看到的就是 那些可能是我們以前叫做Value 或者是一些 比較冷滿 都不只是世界股 是中型股、大型股 冷滿的 那些開始有Cash up 開始追上來 如果在那段時間 即是趕買那些股 到現在為止 其實升幅都是好過關 而在就算這幾天 回得這麼急 其實這類型的股 回的幅度都是有限 所以 我自己的倉 其實我自己怎樣看呢 就是 我一直都有三成多 是放在科技股上 所以我是拜整個科技股的Story 只不過是 其實都炒了兩年 有很多股 其實已經去到 根本上完全計算不到數 而計算不到數 不是2月中的天價 是1月開始 我已經計算不到數 很多股都 所以 過去幾個月 說真的 就算換了一些註碼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再加過科技股 當然我們又不敢沽空科技股 因為沒有理由攔住火車 但是 加碼進去這個sector 就沒有了 我們全部換的就是換回 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是價值 可能是比較冷門 未走過 其中一個我們取得最多的就是大陸地產 我都跟師生有提過 幾個月前 我說大陸地產 其實這些位置不能輸 你看看那些老闆 發展商的老闆 自己賣 公司回購 股值 跌到多年的低位 最重要的是在去年下半年 市場什麼都升 他們就逆市跌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原因 他們的政策可能 中央收緊信貸 三條紅線 迫銀行限貸 總之 用了很多手法 令到地產公司 未來的增長空間 就有限 但是 你都明白 其實市場是看反映了多少 我相信 如果去年市場上升那麼多 而他們竟然逆市 我覺得 某程度什麼都反映了 所以我們轉倉 在那段時間就增加了一堆 買大陸地產股 或者買一些 就是 原材料股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不是只有科技股受惠 原材料必定上 如果你看現在的浪 原材料都是有如未盡 差在大家 覺得這些股是否適合炒 是不是 未來就是他們 聽上去這些股 未來就不是他們 但是 在股市裏 炒一年半載 其實已經夠 夠長 所以你問我的 如果 其實不是今天 應該是11月開始 即過去3個月開始 我覺得 要調整一下 找一些非科技股 或者是不太熱門的股 去追 因為 高追的話 其實 有很多股 我們看到 在兩個月內 升了兩倍三倍 其實一回那一下 是可以毫無理由回五成 現在很多股都毫無理由 都回了三成 所以 我們買股的 很多時候 第一次想到 究竟會跌多少 不要想著只是升多少 因為你每次都想升多少 隨時衝分頭腦 考慮跌多少 就會決定到 自己可以夠膽持多久 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比較冷門的股 Fundamental 都會走 不會太差 公司的基本因素 但是 估值是值得 始終股價沒有怎樣移動 所以 你沒有怎樣移動 最多就是 輸時間 你最多輸完時間 科技股回到差不多 你便換回 我想說 長遠一點 來看 我們對科技股 沒有擔心 都覺得是OK的 其實 因為將來真的是他們 但是只不過 在幾個月半年 我覺得 它太貴 升得太急 馬斯先生 你剛才說過 今年本身都是看得好 其中我記得你說的一個論點 其實資金仍然比較多 近期 大家都覺得市的調整 一個所謂元空之日 就是看到 債息開始升 可能是市場 大家開始沽債券出來 令到大家比較擔心 甚至乎 剛才Marco 說 可能新舊經濟的 都會出現 你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 無論股票或其他金融資產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我自己看 剛才Marco 說 科技股升得過多 不合理 市場找回一些 被發視的 其實一些基礎因素 都不錯 之前 有一次 有些大陸地產股 P 只有三倍、四倍 派息超過一分 都沒有什麼人追求 我認為那些 不合理 現在 升得過多 要作一些調整 資金去找以前被忽略 這是 一個市場上升的過程中 不止出現一次 先炒熱門 升了一輪 升突 覺得再追下去 危險 資金流向一些 以前被忽略 這就是我相信 這個月出現的情況 這個月頭也未出現 其實是過去星期才出現 這種情況 我相信 會 一個大的升浪 不止出現一次 現在 其實都是第一次出現 所以我認為 大市 應該 未見頂 現在出現的問題 剛才 Marco 也說了 一個就是疫苗開始有得打 對疫情的控制、經濟的恢復 開始看好一點 另外 拜登上台 亦都一改特朗普的做法 行事相對理性、溫和 對經濟,應該是相對好一點 聯儲局 人們都說 不需要因為 債息上升 而過度擔憂 因為實際上 這個是反映 經濟相對 會復甦、會好一點 財爺在預算案,都預計香港 今年的經濟有3.5到5%的升幅 國際貨幣基金會 與其整個世界都 經濟增長超過5% 當然去年 在低的基數上比較 升得相對多 在經濟增長超過5%的基礎上 大家覺得 如果經濟增長超過5% 聯儲局 是否仍然堅持 2023年 才加息 聯儲局未改善口風 他仍然想著 低息的環境 還要繼續 我都認為 在現在經濟剛剛復甦 聯儲局是否可以改善 貨幣政策 但我認為 未有可能大改 拜登 還要舊市 都要花錢 要花錢 要在市場摘資 國債也需要找人支持 所以 我自己覺得 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的規模 都會繼續增加 但是 市場 對息口 我認為 仍然很敏感 當息口上升 亦因而有人解讀 將來的資金成本會上升 流日 資產市場 的錢會不會少 所以股市就出現了比較大的跌幅 還有 債券的資息率 升了很多 十年的債息差不多 過去一個月升了本利 如果 好像你上次說 如果以 和通脹的 差異計算出來 以前可能 現在升了數以倍 計算都可以 所以 市場的反應 比較強烈 在這麼 強烈的反應下 作為基金經理 當然 要作 一些 調節 倉位要做部署 Hedging方面 都要有行動 你剛才問我 我不是基金經理 大部分 積極性的投資 我會被基金經理做 我自己投資 我只是買一些ETF 對我來說 我不是經常動的 我 看好一個潮 是看 幾年 所以 升升跌跌 我未必做很多工作 因為我有一部分 放在你們 就靠你們去做 不如問問 Marco 很多聽我們節目的朋友都想知道 市場這段時間 回了這麼多 剛才你也可能提到 之前升得比較有急 這段時間 一般散戶 你覺得 應該有什麼想法 或部署 會幫到 他們 有些意見給大家 其實如果是 由上年 年中開始 插上去 我覺得 你有位手 其實你買的科技股也好 大中小也好 無論如何都累積到一定的升幅 在有位手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 與其 出出入入 不如 先保持 很多東西 因為有很多 坊間 有人會說 有些止漏 但其實 譬如我們真正去組織的 Fundman 你沽了 要想清楚 你要在哪個位置再買 是否真的有足夠的位置 讓你去走 再買得回 中間是有成本的 亦都會計算錯誤 所以 在這麼多東西包含 如果大家還覺得 還有得下 當然可以走位 如果自問未必有 那麼高的技巧 我覺得 多試不如少一試 就有得它 只要加的話 我覺得 如果科技股 我覺得未是時候 其他的 例如剛才說的 冷門股 如果在去年 不是升很多 我覺得是有得下跌 等它再回多 幾百點 一千點 就開始下跌 超過一半 因為都兩千多點 再來一半 最多就是兩千多點 可能 不止已經走了一半 所以 個別的冷門的板塊 我覺得就有得想 但是 科技股 我覺得 有的就先維持 說回我自己 我其實 除了有些錢放給你們投資外 另外還有一些朋友 證券界的朋友 我也有投資 其實 有一個我本來給了一些錢 我一直都不讓它動 讓它動一點 剛好過去那天 我通知它 可以做的 那些行業 讓它動 雖然我給它投資 但是 我都控制住 我怕它投錯 我反而 之前 市場上升了那麼久 我給它 如果投資下去 我覺得有風險 現在 這兩天 你開始慢慢買回東西 那些 我本來 關門 不讓你動的 都讓你動了 所以 如果講我的態度 就是採取這種方式 其實 Marco那邊 我都加了少少碼 雖然我說 剛才說 都要慎重一點 但是 在我來說 跌得差不多 多人害怕的時候 開始部署 最後一個問題 都問一問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 市場大跌 其中一個 我們這些小股民 很擔心 因為 我們剛剛出了財政預算 加印花稅 這件事你怎樣看 覺得 是不是大市的元兇 以及 財政預算 究竟對於 我們投資的部署上 會不會有些意見 可以給我們 我自己 覺得加了少少印花稅 對市場的影響 影響有限 為什麼 我見那些 封煙節目 才爺被人罵到 趴在 他不幸 剛剛公佈那天 股市大跌 那些人是因為股價跌而罵他 就不是因為 普通人給多幾十元印花稅 做單買賣 很少印花稅 所以我認為印花稅 不是最主要原因 其實才爺在 對金融市場 都叫做 照顧房地產市場 什麼優惠都沒有 金融市場 又 血助人 搞銀式債券 綠式債券 還有 通脹債券 另外 那些開放式基金 又可以 贊助 其實 才爺對 金融 其實是 有政策傾斜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的經濟環境 會有所改善 失業率的上升 我相信 很快見頂 在上半年 甚至 五、六月之後 回落的機會都存在 所以整個氣氛 應該是好轉緊 雖然 才爺都要赤字預算 最大的赤字 但是 經濟復甦之後 我認為香港的赤字 不會長期停留在這麼高的情況 似乎司先生和朋友Marco 都覺得 這段時間 不應該看得太悲觀 這段時間差不多 多謝兩位 各位觀眾 如果想多看我們節目 可以到網址 亦可以打下的電話 跟我們查詢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不要走 因為導演說 我們要剩下彩蛋 難得Marco上來 剛才剛才說過 他都看好少少內房 難得他在這裏 我當然要幫大家 捉住去問一些提示 Marco 究竟如果大家 相信你所說 內房還有一個上升空間 究竟怎樣選擇 或者選擇哪一種 你有什麼心想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 內房一直被受兩樣東西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三條紅線 第二個就是銀行限貸 這兩樣東西就直接影響到發展商的 資金的周轉的能力 內房 他們的做法是要靠 借貸的資金 去買地 然後再去賣樓 然後回籠的資金再不斷重複做 當這個輪 突然有一部份要抽走資金 其實整個輪就行得慢了 這個就是整個市場 在過去 由上年年中開始 一路擔心 而地產股一路回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 你從這個角度去想 如果正路地想 其實 大型的內房的國企 基本上是不會受制這個三條紅線的影響 銀行的貸款亦都不會阻礙他們 因為 過去大陸的貸款 銀行的貸款 只會限制著民企 就不會限制國企 所以 你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三條紅線對他們是沒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從的就是大型的國企 大型的國企 沒錯 施生同意嗎 我給多一個 就是 之前 美國那邊 可能要你 美國那邊出了一些 要你沽售的禁令 的某些股 其實那些 是遭殃了的股 我覺得是有得 那些是跌到突然 其實都沒有多少隻 都是大型的國企 是有這樣的遭遇 我相信是那些有得 我自己在內地 做房地產 我的感覺就是房地產 去年其實三月打後 一直都是 復甦得很快 其實情況是 好過之前那一年 只不過 股價就背道而遲 現在才 叫做合理化 我相信 剛剛開始 它合理化 都有一段時間 如果各位觀眾 想捕捉一下 內房的機會 不妨就聽一聽 Marco說 留意一些 大型的國企 尤其是 可能之前 受到制裁影響的 一些股份 當然 投資 記得要自己做功課 我們下次再見